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某些流量咖 任嘉伦带着自己的新剧凭借实力为平台斩获热度 成为新一轮的摄势冠军 如此数据足以说明这部《一生一世》是否好看 也足以说明演员任嘉伦的实力 或许仍旧有人觉得他的演技不够精湛 无妨与老戏古老艺术家相比 任嘉伦必定仍有进步的空间 但与同龄演员相比 任嘉伦实力优秀 同时平台因为《一生一世》的热度 成为了2021年第三季度再播网剧平台热度之王 超越其他平台 为平台带来新的热度涨幅 除此外 任嘉伦参与的综艺节目《嗨放派》数据同步出炉 一举问鼎第三季度 综艺收看之王 总有人抓着任嘉伦的现代剧的造型不放 《一生一世》里的周生辰更是丑出了新高度 微卷的头发 修萌的表情 简朴的衣着和造型让很多人对于这样的教授都忍不住多吵几句 甚至有人喊话任嘉伦直接古装扮永久 但是任嘉伦真的丑吗 小编认为任嘉伦在《一生一世》里的丑 恰恰是他专业的表现 因为原著里周生辰是被剃了美人骨的一个凡人 原著中对他的描述并不属于帅气的霸道总裁范 而是一个相貌平平的普通人 在丁冬之前 导演考虑到任嘉伦的个人形象 曾建议要走帅气的偶像风路线 但是认真揣摩过原著和角色之后 任嘉伦仍旧建议走原著相貌平平的路线 小编相信没有人喜欢看自己变丑 但是作为演员 尊重作品 尊重角色才是本质 一部电视剧所呈现给观众的是角色 而不是演员本人 任嘉伦帅不帅与周生辰无关 任嘉伦为了演出周生辰的相貌平平 刻意增肥 选择低调的造型 以此来凸显一个化学教授的平板 这是一个演员对角色最大的尊重 也是对原著和观众最大的尊重 因为《周生如故》里的周生辰被剔去了美人骨 《一生一世》里的周生辰才会尽显平凡 这是一个有前因有后续的故事 而并不只是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俗套剧情 周生辰与时宜之间前世今生相的爱恋与追逐 对家国大意情怀的传承才是本剧的主旨和核心 没有看剧没有认真揣摩剧情 就一味潮造型的人才是对演员和剧最大的不尊重 在数据没有出台之前呢 小编曾经担心这两部剧会因为网上一些不理性的声音被埋没 但是看到这些数据以后 我觉得有很多人还是认真追看了剧 看懂了剧里想要传递给我们的精神的 每人在股不在皮 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去喜欢他们身上真正优秀的品质 而不只是喜欢他须有的外在表象 爱人就要爱他的灵魂难道不是吗 看一部剧如果仅仅还只停留在只图一乐的表象上 未免有些辜负了周生如故和一生一世 是两部剧真正的内涵 从数据来看呢我们真正读懂内涵的人大有人在 实力丝毫不容小觑